圈中的前卫女星吴佩慈居然想要动卵子 今日台湾女艺人吴佩慈现身北京出席活动 有着九头身美少女之声的她 现场走起台步来自信十足 没想到在回城时却差点摔倒 因为这个裙子它是丝直的 然后北京比较干燥 所以它静电会一直贴进去 所以它静电一吸进去 就贴在我腿上的时候就有点 就很容易踩住 还好我没有跌倒 如果刚跌倒的话 我就真的现在会非常羞愧 除了现场发生惊险一幕 最近吴佩慈也做出一项惊人计划 那就是打算效仿好姐妹阿雅去冷冻卵子 演艺人员的结婚年龄都偏高 所以其实身体状况到时候会非常不好 因为我有蛮多朋友都已经有小孩了 所以他们会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 他们当然就希望我赶快生 就是不用再折腾 不过为了就是小孩未来的健康着想的话 我的确是应该 试一试就是高科技的冷冻卵子啊 或什么之类的 要不然就是赶快老老实实找一个好对象 没错 冷冻卵子只是防患之举 赶紧找个好对象才是正经事 不过吴佩慈考虑冻卵子的想法 还是让他另一位好姐妹大A子躺枪 因为婚后造人一直不顺利 大家也不免替大A子担心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他只是 他有自己的tempo 小编电评 这真是内湖不开 皮内湖呀